获得了东京电影界金鹤奖最佳新人奖 和最具人气男演员奖 澳门国际电影界金莲花优秀新人奖 那2019年她也是参演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影片也是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并且她也是微博的老朋友了 她在2020年微博之夜荣获 微博年度进取艺人的称号 对 好 飞宇 来 飞宇 先面对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拍张照片吧 对 先来留影 好 都照顾到 来 先看左边 中间 再看右边 右边 好 谢谢飞宇 来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好 先可以 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应该都在刷呢 飞宇什么时候来没想到 这么快就出现在我们的红台上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飞宇 飞宇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其实刚刚拍完一部戏 叫陶金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 每年的这种工作安排和形成 你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吗 一年要多少部戏 然后觉得才可以到自己的饱和度 其实我觉得年轻演员应该要高产量一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要遇到自己适合的角色 然后再去接触这个项目 你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吗 今天这么多你看媒体的同行 包括说电影人都相聚在此 然后你想挑战的角色 或者在接下来的这种工作安排 其实各种类型的角色都想挑战 然后最近其实也刚刚演完一个自己比较 向往去饰演的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年轻就是无限的可能 挑战各种角色 也希望能够在大饮品上见到 你更多亮丽的身影 好吗 谢谢 谢谢飞宇能够来到现场 谢谢